Long on time的負責人 Andrew B. 是我們這個單元的嘉賓 Hey Andrew 你好 周龍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晚上好 Andrew 我最近發覺 在我們溪谷灣區買房子的人 看看現在新屋的建築都知道 是第一次買屋的 非常適合的 就是multiple level 年輕人也不嫌他要爬樓梯 並且年輕人剛剛入職場 可能他自己的薪水夠 可是他的當配有限 因此我們今天針對 第一次買屋的人 所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來告訴我們觀眾朋友 好 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第一次購屋的年齡 應該是越來越小了 可能跟我們灣區的產業結構 有很大關係 高科技產業很多年輕人 畢業以後就能找到一個 非常高薪的工作 但是就像您講的 他的信用 當payment 都有可能還不足 不足 對 所以對很多這些年輕人來講 盡快的build up你的信用 然後做好各方面準備 還是非常重要的 怎麼樣可以很快的 build up自己的好的credit呢 我想大家要先看一下 信用分數到底是怎麼樣來評定的 最主要的信用分數 它包含有幾個重要因素 第一個就是說 你到底擁有多少credit account 像每張信用卡 每個loan都算是一個account 那麼對銀行來講 它會希望看到你至少有兩到三個account 這對我們來講是不成問題的 對對對 因為你時間久了 總會積累慢慢積累起來 那麼也就是說有的時候 就是even你還在college的時候 你其實都可以考慮說 讓你父母幫助你 申請一個credit card 可以對open bank account 實際上都會慢慢的幫你 對幫你把信用盡早的建立起來 那麼另外一個最主要 就是一個信用的history 就是到底有多久 通常年輕人他的credit history 都不大久的 對所以你越早去開始去做件事情 等於是你越好 越好better off 對對對 另外一個就是說你到底credit line有多少 你每個月用多少的credit 這個比例也是非常重要 什麼合謂比例 比例就是說 比如說我的信用卡 有1萬塊的limit 那麼每個月 如果我都用掉8000到9000的話 太高 對 這就是你的比例就80% 這就比較高 通常銀行希望看到 就是大概30%以下 這是最比較理想 那銀行希望看到 你每個月都pay off你的loan嗎 這倒不見得 基本上就是他關注的 你是不是按時去pay 至於說pay多少 是不是整個full balance都pay掉 這個並不是你主要的影響 並不是太crucial 對 相反而言呢 你多借一些貸款 反倒會幫助你的信用慢慢build up 就不是說我這個用掉 我馬上就還了 是 而是說我經常會借一些付一點利息 但是我是非常按時去pay 這樣反倒會更好一些 是 那除了credit card 也許自己就醫了 medical bill 或者是一些utility 這個也算是自己的credit嗎 如果這個不算是traditional 這種credit account 我們traditional包括信用卡 包括如果你有student loan car loan mortgage貸款 這都是比較traditional car loan 通常孩子們剛開始買車 都是父母親在替他頂credit 其實應該買一個車子 也放在孩子的名字 讓他自己去付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通常你如果剛剛工作不久 你的信用沒有建立起來的話 可能car dealer不會給你太好的rate 或者我們華人的朋友 很多都是付一筆現款 就給孩子買一個車了 對對對 所以就是我建議父母 就是盡早的去幫助你的小孩 在比如在college的時候 去幫助建立他這個信用 是非常有用的 是我們再回來談到孩子 他如果要申請房貸的話 如果他知道自己要開始買房子了 可能在這個時候 就不要再先把car loan的payment 先過房子的payment 這就是要看你到底你的收入 是不是能qualify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說你正在進行準備買房 或者正在看房的時候 我就不建議去open新的account 任何新的credit open的話 都會多少會影響到信用分數 這樣子啊 對 還有不能夠輕易的關掉credit card 也會對自己有不好的影響 對這個關掉信用卡 等於相當於把你的credit limit 減少了 哦 對 因為你比如有信用卡1萬塊 那你close的話 你就少掉1萬塊的limit 他是這樣看 這樣看 OK 那還有呢 就是在first time home buyer 要買屋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政府的優惠的program 可以提供給觀眾朋友 當然有很多啦 我想美國的房地產近百年的發展 實際上政府的在這個大力的推動 實際上是分不開的 還有很多這個針對的針對性的 針對的兌現 有的是適合第一次購屋的人 有的是適合中低收入的人 但是一般我們華人的子女 如果去買房子 他的薪水可能不適合中低收入吧 收入都還蠻高的 這個收入方面 一個是中低收入 另外一個所在地區也是受影響 購買屋子的所在地區 對 因為這個政府是希望能夠 有一些地區會鼓勵大家去 在那邊 move到那邊去 也就是要求銀行會 平衡這個各個地區的貸款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稅務方面 比如這個tax credit方面 會給你更多的優惠 幫你減輕這個每個月的負擔 tax credit的優惠 對 這個曾經發生在2010年那個時候 有聯邦的 有州政府的 那個時候都大力的刺激了房子的購買 對 現在還是有每年都有這個 你可以去這個康 你所在county或city的網站上 他們都會有這個 property credit的這個program information OK 那作為一個direct lender 你們手上的資源就比一般的loan broker要多 所以這方面的資訊也更豐富的提供給大家 對 我們是希望能夠通過我們的工作 能夠收集各個各種各樣的information 能夠幫助大家能夠更好的買到屋 是的 OK 非常好 那我們今天售貨肥淺 非常感謝你 Andrew 今天的資訊實在是 對大家非常的有幫助 我是周樂 非常感謝您收看我們今天晚上的 娛樂漫談 祝您晚安 週末愉快 我們下個禮拜六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